所以刚刚有提到 你要让自己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 它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形成 所以孔夫子继续教了 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这个欲啊 不是你要多考虑的意思 是欲仙的欲 任何一件事情 你有事先的准备 才不会遇到事情的时候 仓皇失措 手足无措 对不对 你不会 所以你要用道具治国 用道具平天下 它有赖你平日的一个修养 这个修养就是我们常说的 无事存养 有事省察 就你我学到人而言 在我们还没有去治国平天下 影响到外面之前 我自己有没有常常往里面安顿自己的心 常指其所指 不持心于外 不要让这个心往外去放 常常把它收回来 跟后学出去的人都知道 我走路是不讲话 我很懒得跟人家说话 平常在课堂上已经嘴巴有妙 已经这样不停地在这样子的发音 所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是喜欢静静的一个人 这次出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奇迹 青树侠我们那天走了几步 三万四千步是吗 走了三万四千步 他快被我累死掉了 我说练三宝心话 难得有一次你陪在旁边 还可以这么悠悠自在 不让任何人干扰 实际上也是被干扰到了 但是最起码已经完成了 这么一段时间的一个修炼 他要靠时间的 所以我们讲 汪洋大海 他也不是一日就积聚而成的 万丈高山 也不是一块石头 就能够堆砌而成的 他都是平常 日积月累最后所形成的 那种壮阔的一个外貌 所以我们在平日 收心的过程里面 注意这一句话 因所在而为之私 不为无所用之为 我们是凡夫在起修 我们做不到 圣人的那种 大原尽致性光明 你过来我的前面 我就完完全全 可以把你的疑惑 提供正确的答案 一刃而解 我们做不到 我们要去思索 对不对 那有人就说啊 你意变差啊 道心是不用去思索的 问题是我们现在 本有的智慧 没有完全开险 我们需要去思考 遇到事情 需要先退一步 不要那么贸贸然 冲动去行 那这样子 跟圣人所讲的 让我们不要去 多做思考 你意变差 不是有冲突的吗 他没有冲突 这是一个培训的过程 那如何让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心越来越能够 止心一触 那就是 就你眼前需要去面对的事情 去思考 已经过去的 未来没到的 您不要去胡思乱想 于是审核的标准又很容易 各位前嫌 您平常思索的事情 跟过去的比较多 跟未来的比较多 跟眼前的比较少 注意到了没有 我不知道哪一天 有个道歧问后学 哎呀 那个事情 要怎么去处理 他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就是 他的孩子 要结婚了 那如果孩子结婚以后 会孕育出下一代 那他到底要怎么样 去面对这个下一代 要不要像一般人 要去照顾孙子 还是要去走自己的盛世 我就跟他讲 您儿子结婚了吗 还没有 那八字还没一片 那个孙子怎么跑出来了呢 这个叫做 无用之思啊 事情来走到那一天的时候 环境怎么变化都不清楚啊 说不定你的孩子 不希望你照顾啊 因为他认为你的思维落后啊 是不是 说不定那个时候 你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 你可以付出一番心力 这些都是在未来里面充满变数的 他离现在都好几年 你去问我这个问题 你不觉得有一点无聊吗 我说我孩子结婚了 还没生 我都不去想这个 你那个连没结婚了 你就在想 你不觉得有一点超越于我吗 这个叫做虚耗无畏的精神 我们的心之所以很难去收回来 至于一处就是惯于滥用我们的思维 所以我们应所在而为之思 不为无所用之为 这个包括你的思考 包括你的行为 你真的做到这一点 你看事情就能够非常的剔透 这个剔透就是我们天然师尊曾经讲的 别人看到点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线 别人看到了表面 你看到了深层 你永远看得比别人要来的广 要来的深 原因不是别的 就在于你的智慧已经萌生 你没有耗费无畏的精气神 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面 三花俱敌武器朝圆了 自信做主了 看事情就豁然开朗了 也不用把它弄得很奇怪呀 所以欲则利不欲则废 平常没有修养 临时抱佛脚 你就抱不来的啦 不欲则废就是 平常没有欲做准备 遇事的时候一定参皇失措 所谓的事半 这个临时就不容易去成功了 于是后面又紧 据你平常不修养 你遇事会遇到哪些的挫折困难 他讲言前定则不假 我们要讲话之前 你先去思索一下 别人听到这句话 感觉如何 所以我那天跟年轻人在聊的时候 他说我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逆来顺受吗 都要委屈求全吗 他就跟后学提到他妈妈跟人家对应 他说我妈妈就是受掉 你们的这个影响 所以有没有 他比如讲他们的社区里面 其他国家社区啊 他那个车位 然后他买了很多的店面 那店面不是你要装修的时候 要经过管委会的一个同意吗 那照理讲只要你提出了施工的方法 那你就要去同意我去施工 我的工人可以进来 他买了七八间的店面 有钱人 结果他妈妈非常有礼貌 学到以后 家里有钱也不仗势欺人 所以就准备了一份礼物 去拜访管委会的 就提出了他要施工的要求 结果别人把礼物收下来了 核准施工 但那个答案始终没有通知他 五天十天过去了 天天就问他问 他就问问下一位 问下一位 经过了半个月以后 人家工人不能等啊 他妈妈发了脾气了 这一发脾气有没有 准许施工当下就可以 他就跟我讲了 他我妈妈这样子的客气对人 结果换来半个月 啥事也不能做 他发了一个脾气之后有没有 马上就同意了 所以你一直讲 这个要去温柔待人 好像站不住脚 我说我一直教你们的方法 我一直讲 你处理事情要用智慧 菩萨都还有怒面金刚的 知道了吗 你对应的人不一样 你要施行的方法 细则就不一样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讲 我说基本上遇到这一种 无理取闹的人机会比较少 他不需要讲 你要私下里问 他说我妈妈就一直很傲呢 哎呀我违背的修道人的气质 有没有 然后这样子跟人家喝斥 他问我会怎样 我说喝斥有效 忠兵你心里要激闷 因为严格来讲 你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 都齐全了 是对方的刻意的刁难 刁难是没有理由的 他认为你好说话 要彰显他的权势 我说你就给他当头棒喝 也无所谓呀 后学过去在跟年轻人引导的时候 我就讲过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修道人没有叫你不要防人 我很早十多年前 我就跟你们传达这个观念 不是修道人要让自己 像一个不倒翁摆在那边 然后让人家一直拳打脚踢 我说这边打一拳你来不及躲 你就挨打了吗 你也不要就还击他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那是凡夫所为 修道人不能做 但是他这一拳你打了 他另外举手 你真的要把左脸也送上去 给他打吗 你不是赶快跑吗 是不是这样子 这叫做智慧嘛 那小孩子跟你踢踢脚 他一共身高不到你三 不到你的身体的三分之一 你能够给他踢成怎样 对方拿了关刀要来打你 我还要逆来顺受 打我的左脸贴上我的右脸 你脑子有问题啊 你不懂得保护自己吗 哎呀我们路上看到可怜人 昏倒在那边 马上送到医院去 结果他醒过来反咬一口 是我把他弄倒的 好人不能做 谁说好人不能做 你在送他去医院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先报警 你为什么不先找旁边的路人作证 你先让自己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的后患 你把这个人送进去 有问题吗 而且也不是要你自己送 你要打电话叫救护车啊 每个人都可以移动的吗 打一通电话会带来 什么样的烦恼吗 不会嘛 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 去处理事情 然后给自己惹了一身的麻烦 才讲 修到这个事情都不能做 因为好心算好累积 是不是累积 没关系啊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啊 那叫做什么东西 给雷打吗 给雷亲哦 给雷亲哦 亲哦 是亲哦 我都以为给雷亲耶 我不知道是亲耶 今天搞懂了 所以各位前贤 按照圣人的道理 立身处事 不论时代怎么变化 人心多么恶劣 你都可以行到无疑的 就是智慧 那智慧从哪里来 读圣贤书吗 你说哎呀你怎么知道 释迦牟尼佛教我的 提伯达多 当年要陷害释迦牟尼佛 提伯达多从东边过来 释迦牟尼佛就从西边绕走了 他又走过去哎呀给你糟蹋我的机会吗 没有这叫做慈悲 他从南边来他就从北边绕了 你去读那些的释迦牟尼佛 骇人之心不可有 凡人之心不可无 谁说的 技工老师过去的新闻说的啊 我把他的东西讲出来而已啊 他也没有说徒儿啊 你就让自己像白子一样 人家打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就是修道人 他没有这样教我们啊 他教我们你不可以反击 但是没有教你不要懂得保护自己 脚踏车去撞 小痛公共汽车你去撞不是找死吗 这就是智慧嘛 这个东西不都从道理出来的吗 他就跟我讲了这个例子 所以各位前前 我们脑袋管理东西如果不多啊 你真的很难以对应这些年轻的人 他讲的也没错啊 对不对 还有我跟他妈讲 你不需要 不需要觉得很内疚 因为这非常时期 用非常手段 各位前我强调非常时期 你不要人家好言好色 你也用非常手段 那个责任你自己担了 是不是 对于有一些人真的无药可救了 他就是试着挑软的吃 你就要提醒他 你不要欺我过胜 我是物主 我有权力 我照着程序申请 合理的你就要让我准准下来 不合理我改进 但是你没有理由在里面的延迟我的供期 理直气不用撞嘛 那必要的时候就理直去撞啦 所以言前定则不假 这种日事先的一些的修养 智慧的一个开启 各位前前 就让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哪些话该说 哪些事该做 你不需要事后懊恼 不假就是 临时把我推上台 结果我看到那么多的人 我就吓得手脚在那边一直抖战 讲话结结巴巴 就像我们现在讲员培训嘛 题目事先给你的 你有了准备了 上台虽然紧张 但总不会让你站到台上 就目瞪口呆嘛 随着你历练的时间越久 那个台风就越来越稳啊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自己 在自信没有做主之前 我们就先慢慢的在日常生活里面 去让那个所谓的道性去抬头 自信里面有妙智慧啊 对不对 那你出来的东西 依着本性出来的东西 率性之味道 都合于道德 他不会伤人 不伤人就一定不伤己 你做事也是一样 困就是不遇到困难嘛 所以我们治天下国家 我们要齐家 我们要在一个地方上 要去运作一些事情 你平日要去厚执己得 否则遇事就会凌乱无章 你找人家帮忙 别人不理你 行前定则不救 就是你不用事后后悔 事先规划好了 自己的所谓的行程了 就不会因为遇到事情的忙乱 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事后有懊恼 道前定则不穷 我们学到是在开发自己的自信 只要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是不断的去长养自己的道心 那最终我们就能够穷里尽兴 复明我们的本性 不穷就是不会陷入一个绝境 刚刚讲的道心的那么多的特质 开发出来了 那你在顺境里面不骄狂 在逆境里面 就不会因为过度的沮丧 而错失先机了 所以这些透过所谓的言 事行告诉我们 修道要有成就 是有赖平时的存养 这个就是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吼后是靠自己的 所以我们平日有存养 自自然然在往外面 推行自己的一些 所谓的造福人群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不会遇到任何的 所谓的阻碍任何的困难 原因在于哪里 原因你获得上位者的信赖 所谓在下位不获上 名不可得而自也 这个获乎上就是 得到上位者的信赖 在家里面 为人子女得到父母的信赖 在职场上 我得到上司的信赖 在一个国家的团体里面 我得到了领导者的一个信赖 我们要得到上位者的一个信赖 我们才能够大展长才嘛 上位者为什么会信赖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是 竭尽自己全富的心力 去辅佐上位者 那上位者当然放心大胆 把事情交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你要获得别人 对我们的一个信赖 前提是自己 要先去付出那些的心血 让别人认为 我们是可以被交托的一个对象 所以上位者信赖我们 我们就可以畅所无辅的推行自己施政的方程 然后在推行施政的时候 也以对待上位者的那种心 去造福我的百姓 去造福我的百姓 刚刚讲的道心有一个平常心 还有一个平等心 平等心就是平富贵贱 一事同仁 所以以世上之诚 赶民 则民意志 我如果得到上位者的信赖 可是我转过身来对百姓 我狐假虎威 仗势欺人 那就等于 在什么 在这个所谓的民间 埋下了一个暴乱的一个危机 百姓积怨已久 必然会想要去推翻这个 推翻这个朝廷 所以也都是有赖于自己 尽其成 自己先尽心了 尽其成 就是把你的道心完全展现于外了 所以或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 不或乎上 这是从一个大的范围 然后慢慢的开始 往里面去挤压 推到后面 他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以修身为主 这个 这一段话的经文的铺陈 有一点像大学的 所谓的 自知在格物 对不对 自知格物 格物在自知啊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然后说 平天下在治国 治国在齐家 齐家在什么的 两个在盗序一样 你要得到上会者的信赖 上会者会从你周遭的朋友去打听 这是在过去政治没有上轨道之前 上会者要举用贤能的人士 他会下野去问民间的一些的人 像当年摇摇取用顺的时候 摇也是四方打听啊 大家都说顺好 然后他就一个一个的去做一个所谓的考核 最靠近我们的人 最靠近我们的人 是最了解我们的人 路人甲路人瘾 对我们的认识 也不过就是匆匆一瞥 可是长期跟我们朝夕相处的人 是对我们认识最清楚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 哎呀 娶错老婆啊 嫁错郎君啊 我跟他们谈 他们那天跟我谈 夫妻知道 他说我跟他交往了五年 我才结婚 交往五年结婚有没有 没有几年他就变了 他该做的事情都没做 都是我在做的 我就讲你交往五年 你确认对方是你最好的什么 一个终身的伴侣 结婚没有两三年就发觉 上了贼船了 我就告诉你 这表示你跟你先生过去生 你是家害者 所以这一生有没有 他一定要先把你诱惑上钩了 我才能够灵虐你呀 那个老婆如果跟你交往 就好吃懒惰 泼妇骂街 哪一个男的这么傻 会把这样的女人去娶回家 你真以为自己是地藏菩萨吗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吗 没有几个啦 都是认识他以前小鸟依人 对不对 诚信可靠 我才要嫁他 结婚没有多久就发觉浑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经书讲得好 那都是你过去生欠他 他也没有要骗你 只是当他把你拢在他的身边的时候 他的阿赖爷的前程往事开始作用 他就把你当仇敌了 我说你这算好的呢 我的朋友还有有没有交往了很久 我先生一直追我 怎么讲有没有 千一百顺 嫁过来没有半年就打我 打得我头破血流 我说你先生有打你吗 他说打还是没有 我说嘎债啊你欠的债不够重啊 我也是讲真的啊 真的打得头破血流啊 所以我三更半夜电话就是凤召而去啊 大同服务站一通电话服务就到 我见过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说他为什么不会这样子呢 他要对你好你才会嫁给他 嫁进来我才可以整你嘛 是不是 那个诈骗集团跟你这个是不一样 诈骗集团一开始就居心不良 他也不知道 只是跟你在一起 他就前程往事 不由自主做出匪夷所思 离开你他就正常 各位前嫌 很奇特就是离开你他就正常 你了解经书你就知道啊 凡事必有前因嘛 官圣帝君大解冤金 他就讲得很清楚嘛 所以不是你先生诈骗你 不是你老婆有没有要轰骗你 他是要来讨债的 所以靠近我们的人是最清楚我们的作为 朋友对你信不信赖 朋友要取得他的信赖就是人家托付我们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如期完成 在孟子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子 这个人就问 孟子就问那个国君 有一个朋友 就是当我要出国的时候 我把我的老婆妻子交给他看护 结果等我回来老婆妻子都饿死了 像这样的朋友要怎么办 那个齐宣王说绝交 各位理解吗 你得不到朋友的信赖啊 但是孟子讲的不是这样子 他要讲那一个国家交给一个国君去治理 这个国君治理的荒腔走板要怎么办 齐宣王就不讲话了 他不能讲绝交 因为讲的就是他 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了 所以信乎朋友 我们跟朋友交往 有没有诚心去对待 然后信乎朋友有道 不顺乎亲 我交朋友就很注意这一点 你的个性好不好 我不在意 我看你对待父母的态度 我始终有一个观念 一个人如果可以治父母不顾 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交往的 他亲身的爹娘有血缘关系 他都可以视若无睹 那我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数十年之后才跟他相交 你认为他会替你卖命吗 那是他准备拿你的命 我是很在意这一点 所以我交的朋友 大概都很孝顺的 他不孝顺 劝不来我就跟他保持距离测安全 我很在意这 因为人世间跟我们最早发生关系的是父母 你第一个感恩的对象是父母 你报恩的对象也是父母 如果你舍父母不顾 不顾你对朋友特好 你这个动机是有问题的 所以各位前面注意到没有 那你对父母不孝顺 你就取不到朋友的一个信赖 为什么 因为关系比较疏远嘛 对不对 由以诚信为主 彼此就不相比 你讲信诺我也讲信诺 交往的时候可以开诚布公 可是朋友输于亲 他的关系没有比父母 手足来的什么 来的所谓的更为的贴切 所以顺亲之心信有 则有如不信 我们对父母如果没有体贴入围之心 你交朋友就不可能 掏心掏肺不可能 所以顺乎亲有道 反诸生不成 我们要真的做到孝顺两个字 你要回过头来反省你自己 我本身如果没有道 我就对父母没有体贴之心 为什么 理解他人之心 对不对 父母也是我们要理解的对象 所以不顺乎亲以 我们自己如果不明道 不复心 我们就不可能把孝顺两个字 做得淋漓尽致 所以成生有道 不明乎善 不成乎生意 我们如果要自己修身 有所成功的时候 你要明白什么叫明善 明善就是格物自知啊 不是明辨善恶 他是你要明善为本 你要了解人人天赋 一个灵明的本性 那一点灵光 可以做我们四肢百害的主人 你不要让后天的污染 让那一点灵光不能发挥作用 这个叫做明善 所以明善就是要懂得格物自知 你要修身啊 我们之所以在学道之前 会有六道轮回 各位前就在于我们不知道 这个色身还有一点 不生不灭的灵光 后学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有鬼魂 但是我不知道 那个跟灵光有关系 如果不是求道 我真的很难去理解到 原来这一点灵光 成圣成佛是他 做鬼也是他 所以求道以后明白了 我们要往上面提升 我们再也不甘心 往下面去沉沦 如果你求道以后 你不知道修道的根本 重点在哪里 只在外面的盲修瞎恋 只在事项上去要求一些的功德的累积 各位前嫌 继续沉沦 因为你不明善 明善就是复信的意思啦 所以成生有道 你不复信 你就不可能 以道来什么 以道来立身了 所以成者天之道也 成者人之道也 他说成者天之道 他说这个就是指天生的一个圣人 他生下来 他的灵明的本性 没有任何的明媚 所以他就很自自然然 把信中的一切美德行诸于外 我们读释迦牟尼佛 我们读观音菩萨 对不对 那个是天之道 天之道叫做什么 叫做天宁之谓信 生而自知的人 可是大部分的我们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 是成者人之道 我们已经迷了 我们已经沉沦了 而是 可是透过圣人的教化 绝经世而着飞了 我们要扭转自己的未来了 所以要透过后天的一个学习 改习性化秉性 把那些已经污染的东西 给他去化掉 这是人之道 这是学而知之 困而知之 我们在中庸的前面 不是提到了吗 所以这段话是天生的圣人 不学而知 这段话是大部分的我们的代表 我们要复兴 我们只有不断的什么 不断的去改习性化秉性 所谓的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才能够弃而不舍的 达到洗心革命的一个目标